這碼部分,主要應該會有問題的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比較容易出錯的就是在後回圈的部分 那其實你只要知道說三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起始值跟條件還有累加的這個count數 那這邊底下就在一個判斷,判斷他是否整除 如果整除的話,可以被某個數整除的話 那就是等於true,就是不是直訴的 不是直訴到這邊其實就秀出來 那最後比較會有問題應該是這個 show message dialogue 那當然你也可以去查一下show message dialogue 裡面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範例 然後他要怎麼傳哪些參數 其實在說明檔裡面都寫得很清楚 最重要就是你要去try 你要怎麼去放訊息進去 然後秀出不一樣的結果出來 甚至有yes, no,或是information等等的 都可以做 那最後當然剛剛同學就問到這個system.exist 那實際上在help裡面也有嘛 找其實也非常非常容易 你就直接 甚至你可以在這個所有標籤的部分 把它顯示出來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地方 java裡面 找到java裡面的這個 這個lang lang裡面呢 它有個system 往下找一個system system在這裡 system裡面呢 你就可以找到exister了 exister應該在這個地方 ex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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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ister方法 在這裡有沒有 那如果你不清楚什麼叫exister的話呢 那後面 等一下就會出現 那會告訴你說這個exister 它其實就要傳入一個int 就是表示Status 它的狀態 那這個狀態就是中指 正在運行的java java的machine 然後呢 參數中一般為0 就表示說 這個沒有異常的 異常中指 沒有異常中指 然後呢 該方法要用這個 long time類別的exister方法 那該方法永遠不會正常返回 就是沒有return值的意思 那所以這邊的話呢 大概可以參考一下 裡面至於一些細節的部分 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那這個是一個 一個說明檔的使用方式 我覺得你隨時可以查閱 裡面都有很多的訊息 可以知道 到底一些細節的部分是怎麼樣 好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各位可以發現 像思考一個問題 就像 這一個help檔 其實它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它上面會標註它的 有沒有 它的部落格 有沒有 那這個 這個作者呢 其實它的 它的效益 做這件事情的效益呢 其實你就可以發現 像我就會很好奇 就會想說上它的部落格看看 有什麼東西 有沒有 那你就可能會因為這樣子 就會到了它的 部落格上面去看了 那你會發現大字若魚 它就真的很哲學 一進去就是什麼呢 一個老子的 道德經 它就取了一個大字若魚 而且不是那個魚 是優 那個 優游的魚 而且那個魚還游的蠻順暢的 這邊還擺了一個 Java的一個 Aprice在這裡 這個應該是 這個Fresh 這是一個Fresh 就擺了一個Fresh在這裡 而且還游的很順暢 這個 這很有趣 如果說還可以養 才可以放飼料 那更好 真的嗎 沒有 欸有耶 哇 哇 太神奇了 這應該是用Hnscript做的 Hnscript現在已經到3.0 已經 Hnscript其實很類似Java語法 如果你學會Java之後 你在學Hnscript其實 這個 蠻可以接受的 那因為Hnscript3.0之後 它本身就是一個 一個語言了 它以前是 等於是附屬在Fresh底下 那現在已經獨立出來Hnscript Hnscript3.0 Hnscript3.0 其實我覺得還蠻值得去 去看看的 蠻值得去看看的 那 這邊的話 它 提到一個 上上落水 這個 老子道德基裡面 還蠻有趣 那裡面 你會發現它就 先秀什麼 秀它的 豐功偉業 比如說它這地方 造訪人次有沒有 一年裡面 這個應該是年 這個是日 月 年有沒有 然後造訪次數呢 總共是 十萬多 人 這個應該是 人次 應該夜次 夜次 那是一個跳出率 還有平均停留時間 新造訪的百分比 其實還蠻高的 那 這個是人次 這是夜次 夜次是 八萬 然後 每一個人 進來網頁 大概1.78 浏覽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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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發現它這邊 就有一些訊息 應該會有一些 不知道有沒有一些商業的 好像沒有 大致上都是一些 一些訊息 一些訊息 其實還蠻可以看一下 所以像這樣的網站 就 理論上呢 就會給人家感覺 比較不商業化 就會 停留的時間 多一點 另外呢 其實 我就想說 順便比較一下 這邊 跳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我的部落格 那我的部落格 就可以跟他 稍微參照一下 當然明顯的 沒有他的人次多 加油 加油 還有什麼 不過 不過 要說明一點 可能他經營的比較久 還有他有做一件 就做那個 就是help 對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 我把 再做一些事情 然後呢 link過來這邊 他 這樣也是一個效益在啦 不過我有幾點 應該我新運造訪比他多 他六十幾 我七十幾 所以我的可塑性更高一點 然後停留時間 稍微比他少一點 這可能內容上要加強 跳出率比他少 他跳出率比我高 我表示說呢 你那個上課的檔放在這邊 對 保證那個 保證停留時間 保證 也是一個方法啦 方法很多啊 所以你要怎麼樣 如果你有心要經營一個 Vlog的話 你要怎麼去做這些事 那最重要其實還是 所謂的內容啦 你有內容的話 其實人家就一定會來 而且會一直不斷停留在這裡 可是最難的就是內容 那個內容不是說我今天想要生就生得出來啊 那你也不是說我今天從別人那邊一直摳一直摳貼貼貼貼 那那個東西還是別人的 最重要那個是你的原創性 就是unique的 全世界只有你找不到別人有 那那個東西呢 就是一定會來找你了 那你有沒有發現說你有沒有這方面 這方面的那個特質 如果沒有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要去想一下 某些東西 不一定說除了你沒有啦 就是少部分 只有你這一群人裡面 有這項 這些know how 或者是這些 這些技術 或者等等 或這些知識都可以 你就可以藉由部落格去做一些行銷 那這個行銷當然不只是說 你要做什麼事情 其實這個就代表你 因為呢 這就是一種形象 那你比如說你創 你如果說真的要創業 你當然一定要做這件事 因為你要創業 你要讓人家看到嘛 那你就要做這件 因為你要創業 你要讓人家知道你有什麼 人家才會來找你 而不是說我有很多 但是都是空的 都是偷向的 有沒有聚集一點的東西 還有就是說 如果說要求職也是一樣嘛 你求職欄裡面 你可以把它秀一個什麼 你的blog 有的時候呢 人家就上去 哇你這個人 哇很認真耶 這東西超多的 那也是你的作品 你的作品 那其他的話 像我單次造訪次數 比他多一點 他一點多 1.7嘛 多一點點 不過還有一點就是說 因為我掛那個 Google的那個分析器 比較晚 而我之後才掛的 我之前沒有掛 所以我之前的那個流量 都沒有算進來 還有一點就是 我新的文章 我也有時候忘了掛 新的文章如果人家給過 也是不會 不會有那個計次 因為這個是Google的分析器 其實我覺得你們可以善用 就是說它會產生一個 JavaScript的語法 你只要貼到blog裡面的那個 原始碼裡面 它就會去幫你做這件分析的事情 而且還蠻好的 因為我經常可以去看一下說 到底呢 我的blog裡面 到底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甚至更厲害一點就是說 我經常會看流量來源 從哪裡來的 很重要吧 那你可以點下去之後 你會發現 它就秀出來 秀出來之後 還有一個派圖告訴你 從搜尋引擎來的 百分之七十八 也就是說呢 我的blog大部分都是 經過 八成左右 是經過那個搜尋引擎 找到我的blog 也就是說我的搜尋引擎 我的keyword出現的排名是蠻前面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在前三個頁次的時候 說真的人家不太可能會點了 你大概點了三頁之後 算了 後面不要再看了 為什麼 可能就不是你要的資料了 所以你不能夠在前三頁出現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說 你不是在搜尋引擎裡面範圍是內 那你要怎麼樣提升到前三頁 這就是一個學問 那這部分呢 當然我有一些實作的經驗 我甚至可以一個禮拜呢 達到 應該到 第一個禮拜就已經到第六頁了吧 第二個禮拜就已經到第三頁了 然後再慢慢做 就可以 那裡面有一些 有一些小技巧 不過有一些大原則在就對了 最重要還是內容 這個是大家想看的東西 那你會發現這邊搜尋引擎 你跟Google 百分之五十 Yahoo呢 百分之二十七 那慢慢發現 Google跟Yahoo呢 實際上是不同族群使用者 而且Google呢 感覺那個 第一個年齡層稍微高一點 就是說大概三十歲以上的人 才會用Google吧 三十歲以下的人 大概會用Yahoo 第二個是說他的那個 應該要資訊水平 就是IT水平 比如說一般如果是IT相關人員的話 或者資訊相關人員 他會習慣用Google 可是他如果不是 資訊跟資訊類別有關的工作 職場沒有相關的話 他會用Yahoo 所以這個是不同的族群 那你要去分析說 每個市場族群呢 他的屬性不同 就會有不一樣的這個 使用習慣 那你會發現這裡面有一些 甚至他真的把這個Keyword 還有一個完整報表 通通把它秀出來 等等 你會發現他到底找什麼東西呢 TQC線上教學 其實我 你會發現造訪次數203 因為我在TQC那個 那個什麼 證照的題目解答上蠻多的 你們可以查一下 TQC線上教學 很多都是我做的 然後像AutoCade 因為我有在教AutoCade 所以AutoCade 那我把AutoCade的那個 教學的影片 擺在網路上面 還有所有的解答 像AutoCade那個 有個TQC的考試也就是提 全部的解答 通通都在網路上面 所以呢 就會有一些人 會找這相關的訊息 那像解病毒也是一樣 怎麼去解病毒 像我裡面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你中了隨身體病毒 你怎麼去解 不需要防護程式 也可以解得掉 之類的 當然這邊蠻多的 那 就剛好提到 就是 這個 從這邊 大致若餘 就可以延伸出來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 假如你學了Java之後 你可以透過Java 變成你的另外一個技能 那另外一個技能 你怎麼樣去累積這些resource 那這些resource怎麼延伸出去 不只是技術 因為其實技術只是一小部分 而且技術人員 在台灣很奇怪 他通常是最後被犧牲的一群 為什麼 因為很多時候呢 最後還是叫做政治手腕 也就是說你最後要結一個案子 結果不是因為你的技術很高超 可以把客戶的需求通通滿足 而是 可能要用一些什麼 什麼請脫啦 或者是送禮啦 或者是其他 但是這些只是一些負面文化 可是 這是在台灣很現實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不是只有技術 你還有其他東西 那其他東西 你就必須要花時間去累積啦 那 我是覺得這部分 可以給各位一些思考的空間 那剛剛就是 這個部分呢 我們這個 裡面如果說你要做一些檢索的話 其實除了說 直接 我剛剛講的這三個步驟 比如說 上 左上右下 這樣子 你還可以 在這邊有顯示頁簽喔 可以從頁簽裡面去找到你要的訊息 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那那個顯示內容是無法讓外面做什麼事 我也看不到 後面後來我是做一件事就是 我把我隨身硬碟裡面的 摳到桌面上就好了 那 而不是從網路上當 那 剛剛同學是說 可以 按右鍵對不對 按右鍵 內容 內容 然後 安全性嗎 這邊不用設啊 預設值應該我們就admitrator admitrator admitrator就是最大權限的 或者是說 因為我剛剛還有傳一個檔 你們可以到那個 也是剛剛的 我們的論壇裡面 看一下就是說 論壇裡面呢 這邊有一個link 我剛剛有傳一個 我不知道說 他Google裡面有的時候會擋 擋一些 這個 他會擋那個像 RAR跟那個 CFM是不是也會做一些 做一些檔的動作 那我再重新傳一個點VIP 我發現點VIP好像OK 所以如果說 你還是沒辦法開啟的話 你就到這邊 我剛剛又傳一個點VIP的檔案 試試看 再把它解出來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